第四個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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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Gren 今天我們要介紹這款南美高原 有點偏青澈隊的遊戲 那我們就來看他怎麼玩吧 擴展版的設置 擴展版呢他有分為所謂的A 然後還有所謂的B 然後還有所謂的C 跟最後的D 那我們分別把ABCD 這排隊呢分別D D在最下面然後分別是D C B A 然後放好之後呢 從上面依序 選取五張 然後設置在 我們所謂的擴展版上面 擴展版中呢 有一些擴展版他 他右下角有所謂的加3 然後加4跟加5 那這些呢我們在遊戲 就是沒有這麼多人的時候呢 沒有到三人四人五人的時候 這些必須移除 那我們今天只有兩人遊戲 所以我們移除這些擴展版 那每個玩家呢 會從角色板塊當中呢 選取一個角色 放置在這裡 好然後再根據角色 左下方所顯示的貨物板塊 去挑選相同的圖示 好然後放在我們的所謂的規劃格上面 那好那我們看他有什麼 還有一個 食物 然後一個石頭 再一隻駱駝 然後還有兩塊錢 然後遊戲呢第一步驟呢 其實是將這些貨物板塊呢放在這個當中 用布袋中抽取 這是遊戲的第一階段 可是我們第一回合 我們可以直接先跳過 我們直接將貨物板塊放置在所謂我們的 規劃格上面 二階段呢我們會進行所謂的規劃 就是將板塊呢放在這邊的行動格上面 去可以做一個物資轉換的動作喔 好那我現在呢我選取一隻駱駝 這個角色的能力呢就是可以用一個駱駝 然後到時候行動的時候可以換一個羊毛 所以我先放一個駱駝在這裡 然後呢我再放 我想要換一個 放一個石物 跟一個石頭 然後我想要換取一個銀器 銀器待會我可以換取一個銀器 然後呢我還要再把錢呢 放在一塊錢放在這裡 待會我要買一個擴展板 好然後呢當你規劃好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第三階段 就是所謂的行動 那行動呢會依序執行 直到所有玩家都跳過為止 然後才會新的回合準備 好 那我剛開始呢我會將這個人物標記呢 放置到我需要執行行動的地方 那剛開始我想要去執行所謂市場的行動 所以我就將人物標記放置在市場這裡 然後放置好之後呢 你就可以選這市場這邊 看你要執行什麼行動 其實剛開始這個 這個一塊錢是不用放在這 如果你要購買板塊或者是訂單的話 那我想要剛開始我想要先購買一個擴展板塊 那擴展板塊呢這邊呢 如果你是要買這一塊的話呢 就是一加一塊 就是要用兩塊去買 這個呢只要一塊 這個是二加一塊 三加一塊 四加一塊 那我想說我剛開始我有兩塊 所以我想要買這個 這個 所以我就花兩塊錢 買這個擴展板 然後放置在 這邊 相對應的位置 然後呢到時候呢 我只要用一個實物呢 就可以換取一個礦物 好 那我行動完之後呢 就會換下一個玩家 依序去做執行行動 版本被購買完之後呢 這個會一卸下來 然後再補一塊新的擴展板到這裡 這就是擴展板的實用 還有一個玩家 他所選到的角色是一個漁夫 那我們根據角色左下方呢 挑選相同圖示的貨物板塊 它有兩個食物 一條魚 然後呢還有一顆石頭 然後跟一塊錢 好 然後呢抽取完板塊之後呢 我們會進行所謂規劃的階段 那剛開始呢 這漁夫的功能嘛 就是可以用食物換一條魚 然後呢 他還想再把 一條魚 跟 一條食物 待會再換一個食物 然後呢 他呢在 這個石頭感覺沒什麼用 所以他就想把它 存放在倉庫 那記得存放在倉庫的時候呢 第一欄呢代表說 之後後面兩欄必須跟第一個 是相同類型的 貨物 才能進行所有的儲存 然後還有記得 食物不能儲存在倉庫 然後 玉米呢 能代表任何貨物 就譬如說你存的是 石頭石頭玉米 或石頭石頭石頭 所以玉米可以代表 任何的貨物這樣子 好 這是倉庫的 基本守則這樣子 復活玩家呢 要執行所謂行動的動作 那他呢 首先呢 將這個人物標誌 然後放置在漁港 那漁港呢 可以執行三件事情 就是用魚跟食物 換一個石頭 兩條魚換一個石頭 或兩個木材 建造一艘船 那這個船呢 就是待會他可以獲取的分數 計分的時候 可以獲取的分數 跟獲得的貨物 貨物板塊這樣子 像剛開始呢 我就用一條魚跟一個石頭 換一個石頭 到我的規劃板上面 然後呢 我又可以再執行 額外執行角色的特殊能力 用一個石頭 再換取一條魚 到自己的規劃板上 好 這樣子呢 呃 漁夫呢 就 玩家呢 就完成這一回合 他所執行的動作 每星人回合呢 會 就是有這個 所謂的起始標誌 然後 比如說 下一回合呢 換漁夫玩家 當起始玩家 所以這個起始標誌呢 駱駝就會放在他這裡 按起始標誌 小推車的補充 呃 每個玩家呢 每一回合呢 都可以免費使用你是小推車 那你要使用小推車時呢 就將這個推車移到這裡 那你可以移動一到三步 將你的人物標記移動 移到三步之星到 走到你要的位置 進行所謂的 貨物板塊的轉換 那 遊戲當中呢 假設呢 你也可以用食物去換取 就是 多的步數 然後你又不小心 又獲得額外推車時呢 你可以馬上 馬上使用 小推車 然後將食物 換回到 這裡來 然後你可以再 再走三步這樣 就可以馬上使用 再額外獲得三步 這就是小推車的補充 然後一個地區上的板塊 跟卡牌均用完尺 或者是擴展條 無法補充新的板塊型的遊戲 即將結束 我們將會進行 激昏的階段 看完我們介紹 遊戲的玩法之後呢 我覺得這款遊戲呢 好玩的地方呢 就在於它的 擴重板條的使用 還有 食物板塊如何做支援的轉換 這是非常重要 也是遊戲之勝的關鍵 這是我們第一款介紹 有關策略的遊戲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